七八月正好是學生們的暑假 有的人會花10天來環島 現在還有人10天用8種戶外運動環島 歐杜納申選出7位選手 有老師 有軍人 也有科技新貴 從今天開始 他們已經用單車和游泳的方式 展開環島之旅 一早8點 歐杜納巴鐵漢將受起出發 代表一連10天8種運動的環台之旅 正式上路 他們是從183位報名者之中 經過書面審查和體能測驗 選出來的7位正選選手 第一天原本規劃單車飛行散和游泳 入海空三種活動 第一項單車從士林騎往新店 再從北宜公路前往宜蘭 騎乘大約70公里 坡度 還有里程 還有時間 對 真的是滿硬的 原本接著要從外澳飛行散基地 飛上天空 不過因為中午風勢過強 沿到週三早上 巴鐵漢將隨後轉往東山河畔 下水游泳1公里 正選的7位選手 都參加過鐵人三項比賽 最年輕的是22歲的 馬來西亞喬生鄭義川 想說暑假 暑假沒事情做 然後就在那個網路上 看到有這個資訊 然後因為也還過兩次了 覺得就單車 其實就想要找比較刺激一點 剛好就有這個巴鐵 然後我想說 欸 既然來台灣就不要錯過 而最年長的是 42歲科技業的高聰林 其實我自己一直沒有機會參加一些環島活動 那環島一直這幾年 其實是台灣青年人一直追求的一個機會 那歐杜納茲辦的活動非常特別 它結合了不同的項目 我想這算是我的壯遊吧 在台灣的一個壯遊 因為台灣是全世界僅有的 可以從早上到中午 早上在海邊 中午到3000多公尺的高山 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 那台灣又是一個海島型的國家 四面都環海 那台灣又是腳踏車跟直排輪王國 那早期台灣也是衝浪板製造生產出口 全世界最大量的這樣的一個衝浪板王國 所以我們希望用更精彩的方式來體驗台灣之美 接下來一連九天 巴鐵漢將順時針還台一周 還將陸續進行飛行傘 泛舟 跑步 登山 立士滑獎 造型浪板 直排輪等活動 要用更豐富的方式上山下海 體驗台灣的美麗和精彩 UDN TV 甘邦捷漆海輪宜蘭報導